法國總統馬克宏造訪中國 政治上的收穫或許和原本期待不同 但是在商業上隨行的法國企業 倒是獲得不少商機 空中巴士執行長佛系 隨著本次法國訪中代表團來到中國 並在六日敲訂了出售一百六十架飛機 給中國航空器材集團的訂單 事實上除了空中巴士以外 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 在六日集體會見了本次法國代表團中的 不少企業代表 其中包含法國巴黎銀行 士德奈電器集團與米其林集團等企業的董事長 在這場會議中 法中雙方共有三十六家企業 簽署了有關製造業新能源創新 等多領域的十八項合作協議 中國商務部歐洲司司長余元堂 也在開幕致辭時指出 法中兩國長期以來保持著密切交往 使經貿合作方面有著顯著的成長 五年來法中的貿易總額 已從六百億美元上升至八百億美元 增長幅度達到了台幣約六千萬元左右 而中國傳播集團也在同一日 與法國達非海運集團簽訂了合作協議 內容包括建造兩種型號共十六艘的超大型集裝箱船 這筆訂單的金額高達新台幣約九百二十九億元 創下了中國造船業一次性簽約及裝箱船的最大金額紀錄 環宇新聞社配宣總和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配合作協議 連結結合作協議 電影 進行